大家好,欢迎来到剧Top,我是巴特张 已经讲过国剧与美剧 这期聊聊我心中最牛叉的日剧 白色剧塔,没有之一 白色剧塔号称是日本国民IP 最初是1963年 由女作家珊奇疯子创作的 70万字长篇现实主义小说 她将笔触对整了医院 这个距离生死最近的地方 一系列刻画圆润 有着强烈张力的人物 加上跌宕起伏的剧情 直击社会与人性的阴暗面 独知让人眼眷长思,欲罢不能 小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 十年内重映了四十多次 累计销量超千万册 这是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要知道小说能发行十万 也算是非常畅销了 白色剧塔此后被数次改变成电影与剧集 台湾地区,韩国也都翻拍过 甚至还被画成了漫画 可见其无与伦比的出圈影响力 观众公认最好的改编 是2003年西谷恒等指导 唐泽寿明与江口阳界主演的21级版 作为富士电视台45周年台庆剧 白色剧塔台前幕后全员精英配置 播出后不负众望 最高摸到过30%的惊人收视率 十多年过去 在豆瓣上他依然拥有9.6的神作高分 时间没有磨石经典的魅力 从浅层次的类型上看 白色剧塔算是一部南版的宫斗戏 只是舞台不是皇宫 而是医院 天中的白色象征医生 而剧塔暗指野心与欲望 在通往巅峰的道路上 有人守住本心 有人迷失了自我 小小的一所医院包罗了人间百态 除了人物间复杂的恩怨勤仇 白色剧塔里还暗含着 人类思想史中两大流派的激烈碰撞 下面的讲述中我会详细的拆解 故事从一台手术开始 患者是一位政界大V 医院里各路媒体蜂拥而至 长枪短炮把机器架好 医生们在手术室紧张有序的准备 此时一个男人淡定的站在办公室里 架子撑起来 仿佛拿着手术刀 随着哼唱的旋律优雅舞动 他就是本剧的头号男主角 唐泽寿明饰演的浪苏大学附属医院 明星外科医生财前武郎 他像个即将上场的运动员 在逆光中做着专属热身动作 浪苏大学院方领导也到了 主要是两位 医学部长提四教授和第一外科东真脏教授 医院的规矩 重要手术前辈会带着后辈临场观摩 台前武郎是东教授的徒弟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几个月后东教授退休 台前就是当仁不让的接班人 但T字教授从旁夸他的爱徒时 东教授却拉着脸 看来师徒关系出现了点小裂痕 这里简单说一下 日本综合大医院的组织架构 在日本声望最高的医院 是著名大学的附属医院 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医生 有教学与诊疗双重属性 学生到医院实习 从而建立学诊兼备的人才培育体系 名义上医学部长级别最高 但第一外科正教授也非常有权势 甚至可以管辖区域内的其他医院 最终的东教授与提四教授 大致是贫瘠关系 互相给面子大事商量着来 台前五郎气势逼人的登场 今天要做的是食道癌切除手术 由于患者年纪较大 必须尽快完成 台前一个唾沫一个坑 每个字都渗透着不容质疑的权威 在场的所有人都清除他的实力 手术同时又平行剪接了另一位男主 江口杨介扮演的内科医生 李健修二 他跟财前是同界 但两人性格志趣完全不同 财前锋芒毕露 李健和蔼可亲 两人虽一起进医院 但李健的风头却远逊于财前 中外绝大部分的医患题材聚集中 最拉轰的一般都是外科医生 拿手术刀显然比拿听诊器要帅气 在医院的地位也更高 据一份外国的统计报告显示 外科医生的颜值与身材也往往更高 真是气死个人 手术开始挺顺利 但突然有状况 财前发现癌细胞扩散到了大动脉 他当机立断 决定马上切除 让一位叫阿店的医生 用钳子夹住动脉 但他却紧张过度给搞砸了 真的 换做别的医生可能心态早就崩了 但财前毫无聚色 果断谨慎的处理 很快稳住了局面 并让阿殿将功折罪 颇有大将之风 坐在观摩室的同事金出一身冷汗 T4教授毫无保留的为财前吹彩虹屁 对东教授说小伙可以 您可以安心退休了 但东教授却拉下脸 财前医术上无可挑剔 但就是野心太盛 言语中似乎颇为不满 手术有惊无险 媒体的发布会上 财前作为主刀 完全盖住了老师东教授的风头 财前的岳父在电视上 看到风光的女婿乐开了花 心想我果然没有选错人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 人物的身世背景 财前武郎 原名黑川武郎 生父早亡 母亲含辛茹苦 拉扯儿子长大 寒门子弟要改变命运 只有拼命奋斗 武郎很争气 拿到了奖学金 进入名牌浪速大学医学院 岳父财前右衣 经营私立妇科医院 你可以看作是 日本版的莆田系老板 他资产雄厚 看中黑川武郎的潜质 于是把女儿姓子嫁给他 黑川武郎改名财前武郎 等于是倒插门入赘为序 岳父开妇科医院 虽然赚钱 但在社会上没有声望 他要帮女婿 登上浪速医院 第一外科教授的宝座 四手五入 名利就都有了 白色巨塔严格来说 是双男主 除了财前那条线 重点展示那科的李健医生 他有位叫小西律的患者 提四教授之前诊断是胃癌 但经过进一步检查 李健认为很可能 同时并发胰脏癌 但提四坚持己见 还笑李健太敏感 医生非常忌讳同行 质疑自己的判断 更不用说是他的下属 小李同志的情商也太低了 李健为小西律的病 去找财前 希望他能主刀 切除病人的一线肿瘤 财前也认同李健的诊断 痛快地答应下来 因为财前的重要手术成功 第一外科想聚餐庆祝一家 但主角财前却留号了 除了媳妇杏子 在外面他还有个红颜知己 某高级会所的 妈妈桑花三庆子 日本的医院架构中 第一外科是最有权势的门面部门 每天早上都要在第一外科教授的带领下 去每个病房会诊 纪律极为严格 迟到一分钟也不行 那气势就像是帝王驾铃 无关人等全数退让 财前内心对这个位置如饥似渴 可偏偏 东教授是个忌贤度能的老师 如果只拼医术 财前一定会胜出 但第一外科教授 不是单凭实力可以当上 人际关系也很重要 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 无论什么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 是人就会有远近亲疏 岳父鼓励女婿 说你一定要争气 我现在不缺钱 你当上教授咱家鸡犬升天 搞关系的钱管购 你只要冲冲冲 我现在不缺钱 两位教授在会所喝酒 商量接班人选 两人都充分认可财前的专业能力 但东教授觉得他野心太大 如果上位很可能会失控 没法再在医学界发挥影响力 当太上皇多香啊 会所的妈妈桑庆子过来热情招待 实则是探听口风 此时刚好岳父带着财前进来 下面就是各种拜码头搞关系 庆子打电话给财前 说你不要掉以轻心 能不能当教授 这事还说不准 得把东教授伺候舒服了 与馆场上的儿语我诈相对应 内科的李健正在悉心照顾病人 他的理想是当一个纯粹的好医生 除了做研究与诊病 没有向上爬的野心 李健也有个幸福的家庭 妻子三支带贤惠温柔 儿子好艳聪明好学 安平乐道 医者人心 李健的生活单纯平和 这部戏中处处有对应关系 但并非是简单的捧衣采衣 财前其实内心深处也不喜欢搞关系 但他的理想不允许他置身事外 除了主线 剧中还有个重要的支线人物 东教授的女儿左支子 他对父亲与财前 要做人上人的想法很不以为然 却暗中喜欢上了开朗善良的李健一生 后面这条线会慢慢的展开 财前答应给小西律 做胰脏肿瘤切除手术 而且当着病人的面夸下海口 说必会刀到病除 李健却说 癌细胞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提醒他不要给病人虚幻的期望 医生也是人 并不是神仙 但事情马上有了反转 当得知把小西律误诊为胃癌的医生 是提次教授后 财前打了退堂鼓 如果手术成功 等于是案踩了领导一脚 提次的意见 对东教授有不小的影响 但财前心里很想做这个手术 此病例很少见 他的专业是食道癌 如果能借此拓展到胰脏癌领域 专业经验会大幅提升 当教授就更有把握 他虽然供欲心悸 但也有作为医者迎难而上的追求 既想要做手术 又要避免与提次教授起冲突 财前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他查看了一下日程表 发现周五东教授要出差 医院有个紧急医疗制度 可以破例不经郑教授的签字同意 便开展手术 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过去 这样既无损于教授的权威 又能让病患康复一举两得 李健开始并不同意 说本来就是愤内事 怎么还搞得偷偷摸摸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有明确的形式底线 但财前是个务实主义者 目标达到 并不在意用什么手段 事情明摆着 坚持原则 病人有危险 李健也只能认了 决定了就抓紧开干 财前先召集下属统一思想 说这是一次紧急手术 不会公开 也不要张扬 如果有怕受到牵连的 现在可以退出 大家虽然心有疑惑 但绝大部分人 还是不愿得罪财前 果然李健的判断没错 在胃部肿瘤的旁边 发现了一个 一公分左右大小的胰脏肿瘤 能在这么初期的阶段 发现是很罕见的 再拖下去 病人很可能没命 财前就像一个探险者 发现了珍宝 挥舞着手术刀 将两个肿瘤 干净利索地切除 连坐在楼上的李健 都不经为之叫好 五六个小时 旁边打下手的医生 都累得不行 而财前依然干劲十足 这种专注力 是天才级别的 但这次的擅作主张 却遭到岳父的强烈反对 说如果被提四教授发现 那咱的一切努力都白费 还指你还是太幼稚啊 医院披打点地方 早晚露马脚 岳父早已把提四教授的好物 摸了个底儿掉 于是布置了个巧妙的贿赂计划 某天财前约媳妇杏子 去看画展 他们两人算是某种政治联姻 其实感情并不深 二人也都心照不宣 看丈夫主动邀请 杏子当然高兴 兴冲冲的梳洗打扮出门 到了画廊 财前的眼睛却在四处搜索 原来他提前探知了 提四教授的行踪 要来一次偶遇 假惺惺的哈拉了几句 得知提四教授 喜欢那幅价值四百万日元的画 于是没几天 这幅画就出现在教授的大门口 对于欺骗教授的事 李健一直耿耿于怀 数次想对提四教授挑明 财前就劝这位同学不要犯傻 他深知要实现理想 必须掌握权力 而李健本能地排斥争权夺利 但有些事没权利还真办不成 财前可能会同意 让子弹飞里汤食业的话 要么跪着 要么山里 想成事 就不能太爱惜羽毛 对于欺骗的研究 除了前台的医生 他们的太太也有个叫强威会的组织 定期聚会联络情感 太太们的地位完全取决于 丈夫在医院的权势 波动就跟骨架一样 提四教授是医学部部长 加内科医把手 强威会长自然由提四夫人担任 这天她过大寿 全体成员齐聚一堂唱生日快乐歌 虽然面子上和和气气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藏着算盘 明里暗里少不了勾心斗角 其中李健的妻子三支带 和东教授的女儿左支子比较不合群 都对应酬的事没什么兴趣 人与群分 两个边缘人却说上了话 一来二去成了朋友 提四夫人有意无意的提到墙上那幅画 还夹枪带棒的说财前一声客气了 这让我们这寒门漏宅怎么受得起 弄得财前师母东夫人脸上很挂不住 关于那幅价值四百万的画 老狐狸提四当然不会轻易收下 否则太不矜持 但这种行为他是乐见其成的 提四主动约财前在会所见面 上来先将了一军 暗示已经知道擅作紧急手术的事 财前自然是各种逢营 还把李健诊断出胰脏癌的事 写在提四教授的功劳簿上 提四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虽然跟东教授共事多年 但他退休后也必然被后浪所替代 财前迎面很大 适当的示好很有必要 话说的不死不活 两边下注 让财前自己去猜最好 患者もこうして喜んでいることだし 今回のことは 安妻教授には黙っておこう ご配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何かと よろしくご指導願います 大山君 あの枝がね はい 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るか 返すことになるか ともかく 今日のところは預かっておくことにするよ いや 宇賀先生 宇賀先生 失礼いたしました あの 受け取っていただけ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財源をもらったと取られると何かと面倒だからね じゃあ 失礼するよ 先生 お茶 ちょっと ヤホ用で ああ そうだね 财前逼近江湖越来浅 马上向岳父求救 岳父也很急 下了血本可不能功亏一篑 翻了翻電話簿 想起一位大人物 這位神通广大的外援 是大阪医師会長 岩田 他是提四的大学同窗 在业内威望高 人脉广 当初提四当上医学部长 就有了爱与岩田的上下打点 帮财前坐上教授之位 自然不在话下 看着岳父与岩田相谈甚欢 财前心里并不是很爽 自己明明实力足够 却还是得走潜规则 但为了仕途 也只好强颜欢笑 隔天 东教授收到份邮件 里面夹着几个 新锐医生的档案 原来前不久 东教授出差 顺道拜会 东都大学的老友 传伟教授 委托他找接班人 材料正是传伟寄来的 东教授见状喜出望外 他同样觉得 财前锋芒太陋 上位后肯定翻脸不认人 隔天 东教授把李健叫去办公室 先前李健去外科 探望患者小西律师 被东教授撞见 见他支支吾吾 顿觉蹊跷 就找来问个究竟 李健不想打小报告 但自己的做人原则 是从不撒谎 他说的很微妙 不说应不应该 而是夸奖了财前 这是发自内心的赞赏 财前锋芒太陋 带在东教授看来 这是财前对自己的越级挑衅 心下的借地更深 李健主观上没有告黑状的意图 但客观上还是把财前给卖了 走出办公室 一面撞见了尚不知情的财前 一黑一白擦肩而过 白色巨塔中有很多此类镜头 暗示了两种做人准则的冲突 斩聊之余 财前每周定期给一大的学生上公开课 在外人看来 财前绝对是人生赢家 医术精魅力强 长得帅口才好 他的课向来做无虚席 下课林一响 周围全是齐刷刷举手 想要讨教的学生 两个初出茅庐的菜鸟助手 柳元和竹内敬佩不已 他们分属外科内科 都视财前为偶像 他俩也会在今后的故事中 频繁出镜 东教授转头便去提次的办公室告状 他决定召开教授会议 当庭查问财前将对方开除 这些提次早已知晓 可他也犹豫不决 一使财前的岳父是个大金珠 不宰两下天理不容 二是小西律的雾枕 叫起针来他也脱不了干系 财前与李健等于是替自己擦了屁股 但东教授也不好得罪 于是先含糊硬了下来 得到同僚的支持 东教授将财前叫来办公室 让他做好心理建设 就私自手术仪式 接受教授会议的查问 看到财前不知所措的样子 东教授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财前再也憋不住 回了办公室一顿猛猜 被查问可不只是当不上教授 严重了估计工作都得丢 此事只有李健一个人知道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谁泄的密 两个人同窗多年 没什么好客套的 财前直接打电话 心事问罪 二人去往亲子的会所 财前指责李健言而无信 挥发正义感也得有个限度 把我催坑里合适吗 李健倒也不躲事 说教授会议我也会去 到时候供车上书 直接把提四教授误诊 以及医院的腐败现象 公之于众 财前有点懵 自己只是想撇除责任 李健干脆来了个仙桌子 这么干确实痛快 但两人也没法在医学界混了 你要当劣士我可不陪着 马上变脸好言相隽 李健软硬不吃 对他来说 诚实的品格远比职业的前途更重要 急红了脸的财前 只能秀出大和民族传统技能 对他来说 报告書なんか提出して 僕を巻き添えにするのは やめてくれ 悪いが断る これを機会に 医学部がこんなに閉鎖的 でいいのか みんなに見直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だ じゃあ行くよ 頼むよ 頼むよサトミ 一体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これは僕の戦いなんだ 負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夏泰泉 戦ってるのは君だけじゃない 半夜 庆子拖着最久的财前回到居所 交谈时 庆子流露出对李健的敬佩 他身上有财前所不能及的闪光点 财前一听这话 更是有了脾气 临走前问庆子 如果自己当不上教授会怎样 庆子很明白财前的心思 说了段意味深长的话 庆子也是学医出身 但早已脱离修罗场 旁观者清 他欣赏财前的冲劲野心 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大学病院という底なしの間をどう渡っていくのか 李健回到了家 看着熟睡的妻儿心中充满愧疚 他此时已做好舍身成人的准备 试探性的告诉妻子 可能会换一份工作 嫁给自己这个穷医生真是受苦了 三支带并不在意 说自己很知足 他们在医院相识 慢慢发展成情侣 组成家庭 粗茶淡饭 却也其乐融融 同学们娶妻当娶贤啊 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到家的财前 拼着那个象征权势的名贵打火机发愣 他现在虽然在外科权势很盛 但说到底只是个助教授 一字之差可是天上地下 已经到了这份上 再不情愿也得坚持下去 睡眼轻松的性子见丈夫回来 嘟囔着你一定要想办法当上教授 年纪轻轻就嫁给了潜力骨财前 等于是凹硬梭哈 可得把面子挣足了 等财前离开去洗漱 他闻了闻丈夫的西装 似乎明白了什么 隔天一早杏子提了一框高级面点 去东教授家登门拜访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同样要重视 却没想到一面吃到了东夫人的闭门羹 如今财前已是个弃子 没必要在虚伪客讨 杏子结结实实的讨了个没趣 晚上财前的岳父和盐田会长 设宴招待提次教授 小之以礼动之以钱 终于求得提次松口放女婿嘛 岳父示意财前从屏风后进来 跪谢教授的不杀之恩 危机暂时得已解决 第二天财前告诉李健自己不必再接受查问 言语中颇有挑衅 提次教授通知东教授取消了会议查问 多教授犯不着为了徒弟跟医学部长闹翻 只能挂了电话憋内伤 妻子三只带邀请东教授的女儿 左之子来家中做客 二人性格相近颇谈得来 不一会儿李健下班 左之子才想起他就是医院楼下踢球的那位医生 心下不禁多了一份留意 李健顾不上吃饭回书房研究病例 左之子被这种纯粹的医者精神深深触动 他虽出身医学世家 却已很久没有见到如此淡薄名利的医生了 第二天东教授例行查房 针对某个患者的诊疗意见 师徒二人又产生了冲突 有了上一回合的交锋 财前不再遮遮掩掩 干脆挑明 下面这篇话等于是在所有同事面前下了战书 中文字幕提供 此时故事迎来一个新人物 药品销售林田小姐 她游走于灰色地带 帮公司推销新型抗癌药 一旦拿到医生授权 就将是一单大生意 这天一早 林田就对财前发起温柔攻势 财前对她的招数早有耳闻 避之唯恐不及 林田见小丽小慧说不动 居然主动提出先睡为敬 财前现在忙着争先进 男女的破事不在兴趣范围 转身就上了楼 东教授为财前介绍了一位特殊的患者 大阪富商武石兰先生 他和东教授是好友 前不久刚刚查出了石道肿瘤 点名让石道挨领域最有建树的财前主刀 东教授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但这事也只能财前能办 便将病例转交 财前非常高兴 能治好VIP患者 势必对生育有极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 东夫人在家中挑选盛装 迎接即将到来的强威会换届选举 他对连任副会长信心满满 即使丈夫退休 在太太团也能继续发挥影响力 财前铁板一块 林田小姐就向李健发起攻势 刚好被财前撞见 先前两人产生裂痕 这次再见面都有点尴尬 善于茶言观色的林田打圆场 提出要坐东喝酒 想把二位一起应酬了 说着说着 自己却瘫倒在地上 李健强林田带去病房检查 这姑娘平日为了工作 疯狂交际 长期宿醉 自以为是疲惫过度 休息一下就好 但李健看了扫描影像 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并没有直接回答林田 而是派竹内去喊来财前 共同商议 然而财前正忙着 照顾VIP患者五十兰 其实这个富豪的手术并不难 可人家有超能力 医院自然是一百个上心 财前推脱现在没空 懂会诊结束后再说 此时强威会也正在选举 提次夫人毫无疑问 全票连任会长 但副会长却选了责内太太 东夫人突然吃憋 脸色极其难看 所谓人走茶凉 东教授即将退休 东太太的分量自然也就贬值了 教授会议上 收到了李的提示 向东教授施压 说接班人于心于理都该是财前 东教授却表示还在考虑 这是攸关日本医学界的大事 自然不敢草率 当场把提示给掖了回去 李健好不容易才等到财前来会诊 林田小姐的病情不容乐观 胃部癌细胞已扩散了三个月 卖抗癌药的 现在却癌症晚期 真是够讽刺 财前直截了道的说没救了 扩散成这样 别说吃药 手术也无法续命 李健对财前的态度很气愤 五十兰那样的权贵 你从头舔到脚 怎么林田刚晕了一次就放弃了呢 财前听了也不恼 云淡风轻的说了一番话 解析了什么叫高低情商 把你当自己人才说实话的 同じようにもうお手上げだと答えたのか いや 三日ぐらい考える振りをしただろうな 外科は 治る可能性のある患者を治すところだ 治らない患者に長々と労力を割くいる 一人でも助かる患者を救いたい 誰かを救うためには 誰かを切り捨てるということか ベッドの数は限られている その中で できるだけ多くの患者を救う それが大学病院の使命だ 結局君と僕はいくら話しても 考え方の違いに行きつくみたいだな 李健对病人是不抛弃不放弃 而财前選择把资源留给 更有希望的病人 两人一个理想 一个务实 这还只是小寡蹭 接下来会有更激烈的碰撞 傍晚 冬夫人向丈夫抱怨 在太太团丢了面子 冬教授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掏出两份简历 正是两位教授 接班人的最终候选 财前已经失控 为了退休后当太上皇 下任教授必须是自己人 冬夫人扫了一眼 就认定了心脏外科 新锐专家菊川生 倒不是多懂医学 而是见菊川医生 长得帅 离了婚还没小孩 配宝贝女儿 左知子刚好 简直是完美的女婿 提携之功 再加上占亲 还不是予取予求 左知子听到 自己成了政治交易的筹码 心里非常失望 另一边 财前意外得知 冬教授想要从外校 找个人顶替的消息 火速联系岳父 去亲子会所商量对策 经于事故的岳父十分淡定 这场战役 目前旗鼓相当 打到最后 就是看谁手里的弹药 也就是钱多 当下就给女婿上了一堂 生动的油腻教学课 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 医者とは言えん よろしいですわよ 又一先生 ほんまか さすがマガヤ話がよく分かった 正しい 学が折り合えばの話ですけど 学だな 聞いたいな お子らくん 学際折り合えばついたら 大概のことは何でもなるってことじゃ 女を物にするも 汝の敵を 握り潰すも 關于裁前和沁子的私情 岳父心理并不在乎 裁前只是他实现 阶级跨越的工具人 瞎搞归瞎搞 只要不背叛自己 一切都好说 李建秀 林田的病情 询问提示教授 可提示比裁前还冷血 没救的患者就赶紧轰走 以免影响医院的业绩 林田在医院摸爬滚打多年 已差不多能猜到病情严重 他没有亲人 一心扑在工作上 却是这个结局 如今别无所求 只希望能在日夜奋斗的 浪苏医大治疗养病 李建听到这些 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VIP五十兰的手术 如期进行 本来并不凶险 却意外发生内出血 原来是两个菜鸡助手 固定时刺破了大动脉 EZ模式突然调成了Hard 众人手忙脚乱 手术台上生命是按秒计的 好在裁前沉着冷静 力挽狂澜 看着老友五十兰生命无恙 观察室里的东教授 既开心又失望 三只带和左只子相处融下 成了闺蜜 某天两人散步时聊起过往 左只子说 曾有一个亲哥哥 千辛万苦考上了浪速一大 却在暑假的一场意外中丧生 这成了全家人永久的伤疤 正说着 父亲打电话 让他替自己去接 远道而来的菊川医生 目的不言自明 先试探一下演员 左只子只能硬着头皮去 菊川医生也是个铁直男 并未多想 急不可待的想去参观 院方的医疗设备 刚倒便碰到了李健 这个男人才是他情愫绽放的对象 但李健对此一无所知 手术结束后 财前来到东教授的办公室 见到了直接尽忠对手 关于未来的局势 三人心知肚明 场面非常尴尬 一场没有宵夜的暗战 已经打响 那么林田能否顺利留在浪速一大住院 财前和菊川的教授争夺战 究竟鹿死谁手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刷剧废神 干视频不易 各位如果觉得做的还行 就点赞 收藏 转发来一波 点赞不破百万 工作室就地解赞 现在是调粉时间 关注电影对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多了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 海报壁纸 电影冷知识与经典家片推荐 还时不时荒腔走板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吐蛇 安静的看看电影 品品生活 拜拜